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魂的力量 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我是绝情研究所的谢岩谷老师 你们也可以叫我阿谷老师 那绝情研究所致力于教会大家 使用更理性又更科学的方式去接触灵性 去学习 去了解 并且让大家有机会将灵性成为一个自身的工具 不再只是需要依靠别人占卜 或是不再只是需要去找人问事 由你自己来当自己的占卜师 那接下来我们将在订阅室的平台 提供大家更多接触我们课程 接触我们讲座 接触我们的一些机会 那阿谷老师将在军前救所的订阅室课程平台中提供的 是雷肉麦预言占卜的课程 以及雷肉麦预言占卜的进阶课 那未来也会持续的开发更多的课程给到大家 像是卖人牢狱观想的课程 以及神博讯息解读的课程 也会希望可以在未来持续去开发 让大家有机会在线上课程中认识到这些课程 那也会有进阶式的课程里面会有一些讲座 讲座中将会教会大家一些排阵的扩充使用方法 排阵的解读 或者是说我们在占卜中有遇过哪一些案例 我们遇到这些案例时我们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这样的一个排面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军情研究所 也希望我们可以带来给大家更多的课程学习 让大家可以用更简单更轻松的方式去接触去学习理性 阿富老师个人的理性专长呢 是用通灵的方式去跟神明啊 或是说去跟一些不同于次元跟维度的能量做一些解析跟解读 像是我有神佛讯息解读 以及冤心债主解析占卜 连路卖预言推演占卜 那在新式道学服务上 阿富老师有着风水能量检测的一个服务 以及加持能量检测 最近特别热门的又是姓名能量解析 以及改名服务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军前测所 除了可以学习到课程以外 也让你们多了一个工具与平台 可以找到协助你们生活更好的一个方式 以及去改善生活 有一些困扰时 找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专属的一个平台 那事不宜迟 我们待会即将进入我们的课程 待会课程见 你好 欢迎你选择到了雷罗麦预言占卜课系列的课程 这一堂课呢 我们来到的是一之一 雷罗麦预言占卜卡牌的起源 以及雷罗麦占卜的一到九号牌 那在课程开始之前 请准备好你们的雷罗麦卡牌 你们选择的所有的花色都是可以的哦 那请帮我把一号到三十六号牌做一个拆分 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都可以用这样的顺序去为你们讲解 更多的一个排面上的解释跟含义 那今天呢 主要的课程内容哦 会在雷罗麦预言占卜卡牌的这个起源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及让大家知道他与塔罗的风格差在哪边 那以及我们会用一到九号牌 来做今天的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包含着牌面的图案 解析 联想 那物理状态 以及意识层面该怎么思考 给予个案时又该如何建议 那老师我也即将在课程中啊 会给你一些关于我在占卜上面的经验 以及我比较常遇到解释的范畴 那准备好你们的卡牌 拿出你们的一号牌到九号牌 我们将进入我们的一之一 起源与一至九号牌 刘曼预言占卜课程 好 我们来到今天课程的开始 我们要来介绍雷洛曼 卡牌的那个由来 其实雷洛曼这个名字 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 有一个创造雷洛曼牌的人所创造出来 所以才叫做雷洛曼预言占卜卡牌的 其实这名字来自 来自十八到十九世纪 一位法国的女占卜师 她其实的名字叫做 她叫Mary Anna雷洛曼 然后她的名字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的知名 其实源自于说 当时在法国她是一个女预言家 那她成功预言的 拿破仑的第二任妻子会成为皇后 因此声名大噪 也被选为 也被选为皇家御用的一个 一个那个占卜师 或者是预言师这样子 那这就很像是说啦 可能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知名的一个品牌 那可能可能例如她像明星一样 那每个人都会在那个时候明星商品上面 都会将这个明星的名字灌在商品之上 那其实联罗曼的这幅牌卡 最开始是由一个德国商人 做这个研发跟开发的 但是由于当时 在法国的那个女预言家 联罗曼女士的声名 真的是知名度太大了 所以呢 这个纸牌游戏 当时就用这个联罗曼女士的名字 来做一个命名 当时在法国啊 或者是德国出版任何的卡牌游戏 或占卜卡牌的时候 那蛮多的一个厂商 或是蛮多的一个商家 都会以联罗曼女士的名义或名声 来做一个冠名 这就很像是 像我刚刚说的 那也很像是说 例如可能 可能知名的品牌 那她大家都知道她的品牌的名声 那之后可能3C类的的产品呢 大家就会像模仿一下 那个知名的那个 知名的那个电器公司 他们就用I开头 那或者是说 来到了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我们的饮料最知名的是 哪一个 比如哪一个品牌 然后大家就会想 跟那个品牌 做一个冠名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当时 雷洛曼牌 就在这样的冠名的系统下面 就诞生出来了 但是其实精通占卜啊 精通星象啊 然后也精通各种预言的 这一个这一个占卜师 雷洛曼女士 她本人其实没有真的或使用过 雷洛曼预言占卜卡 但是呢 有一个相同的衔接之处 是当时雷洛曼女士 蛮擅长使用的卡牌占卜之一 其中一个是 她使用32张的一个复刻牌占卜 那这是跟雷洛曼牌面里面 有复刻牌花色 是稍微有连结的一个地方哦 好 那再来的话 雷洛曼跟塔罗到底猜在哪边哦 首先呢 塔罗的体系 它会有78张牌 然后有分大秘义跟小秘义 而雷洛曼的预言卡 它总共就是36张牌 那再来是说 塔罗牌会看所谓的正义位 而雷洛曼牌不看正义位 雷洛曼牌一律只看正位牌 它是用牌面去做一个解读的 那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市面上 各种雷洛曼预言占卜卡啦 基本上都会是36张为基础牌 就是36张是一定会有的基础牌 那36张以上的 其实就算是一个扩充牌了 有时候会依照画家啊 依照出版商啊 依照那个 他可能在设计的理念上啊 他也会去设计不同的卡牌 或者想在整幅卡牌中 隐含一些含义 或者是说属于那个作者本身 很想传导给大家的一些讯息在里面啊 那基本上一定都会有到36张 36张是固定的像基本牌一样啦 那牌卡独立 各不各别意涵喔 涵盖的意涵太多 因此他无法像塔罗牌一样 抽一张牌就能针对问题解读 联络曼牌必须组合两张牌以上 才能针对问题提供解答 那依照牌面去解答每张卡可能的含义 所以呢 基本上塔罗牌可能可以用正逆位 或者一张牌来看事情的一个状况 但是联络曼牌不就难用一张 两张或者是说 我独立看一个正位逆位 就来解读一个事情的方向 他很需要用延伸解读 或者需要用组合式的方式去让整个事情的含义 能看透更加完整 所以因此他是需要用组合的方式 就是一到两张牌去做一个组合 是最佳的 当然老师也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教你们 在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可以选择抽出多少牌卡来做这个内容 例如如果是小事情的话可能是两张牌 那过去现在未来可以用三张牌 那走向可以叫六张牌 那全盘推演的话就可以做九宫格牌正 那这也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持续为大家介绍 好 那这就是零万的起源 以及他的牌面的特殊性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还是跟你说一声 在塔罗牌 他可以解答的脉络里面 可能也会有相当多的一些思考建议 以及他比较像是说 在逻辑上面 他会有稍微的局限性 因为什么卡牌 他可能都会定义好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而零万的特色跟他的美妙之处在于 他每一张卡牌 可以看到的事情都非常的广泛 涵盖 你可以充分应用想象力 以及充分的训练你的直觉力 来为这个卡牌赋予更多的答案 以及用这个卡牌去解读到 你没办法从塔罗看到的更多细节 所以呢 零万他为什么如此 受到大家会对于要预言事情时的一个推演的喜爱 其实在于是说 他无法被使用说很局限的思考去思想他 他可以施展的那个方向很广泛 那当然如果在训练直觉跟经验足够的老师操作之下 你也可以在里面读到更多 你当事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的细节 那当然对于来学习零万育人占卜卡的同学 我觉得你有机会有缘分选到这堂课 那一定是你对这样的牌卡 有一定的契机和一定的那个理解能力 可以来成为一个零万占卜师 那我们其实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 可以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属于自己 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个零万育言占卜的老师 好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一张卡牌 我们的一号牌来到的是骑士牌 骑士牌你可以注意到 骑士牌的这张牌很特别的 你们可以看到什么 他手上拿着帽子 左手拿着马鞭 再来他是一个在行进过程中 在普遍的那个零万的一号牌的骑士 一定都会有马匹 一定会有前行 就是他至少是坐在马上面的 那不可缺少的元素就一定是行走 或者是正在行进中 那你们可以先花一点时间 自己在看这个牌的时候 我会习惯教所有的同学们 你们要先练习 我如果先不解释时 你会觉得这张牌卡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例如他可能有冲冲来的讯息 有着一个传达 意涵 不打 那你们看着这张骑士牌 你有没有离开 出走 前行 或是引领的一个 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一号牌 一号牌呢 叫leader 骑士牌 印象上代表着讯息的来临 迅速 敏捷 自由 健康美丽 以及有活力的 部分牌的牌面的话 是红星的九号 联想上 它有着像消息啊 讯息啊 迅速 行动 传递 进度 邀请 邮件 快速跟指挥的感觉 在联想上面 它的直觉性 就会来到这些 这些联想的一个讯息 在意识上就有着 前进啊 自由啊 分享智慧 才艺 与特长连结是关键 要找寻自我的自由 为什么在骑士牌这边 老师会在意识上 说哈哥寻找自我的自由 关系 因为 在占卜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次 抽到这个骑士牌 它不只是带领着引领 或者是说讯息的传递 它这种感觉 也会像是说 它带着讯息来 然后并且将讯息 就是跟大家说 这个讯息就是 大家可能往这边走 会有好事哦 大家赶紧跟着我来 大家赶紧到皇宫集合 大家赶紧着 就是来一起集结的感觉 那这个找寻自我的自由 里面也代表另外一种状态 叫做你要去找到自己 那找回自己的过程 其实一定跟我们的断舍离压 或者是出走会有关系 什么叫跟出走有关系 我们如同我们 现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 或是现在自己 现在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局限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 每一次要经历改变之前 至少一定要先学会离开 有些离开原本的关系 我才懂得下一段关系 我离开原本的工作 我才知道下个工作是什么 那这些寻找自我的自由 都是你在无所畏惧 不在害怕的过程中 决定选择了属于自己 新的方向 再次的前行 所以呢 它的意思上面 也跟找寻自我的自由 就会有所相连接 那这张牌 在给到个案建议的时候 它使用的内容就会是 你好像可以开始 好像可以计划 好像可以往前前进 哪些事情 可是它也代表着 某一种程度的离开 是离开你的现在呢 还是继续前进呢 那当然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你要去前进的过程 我们这也代表着 我们一定要跟 我们现在所选择的 或是已经拥有的 有一些断舍力的一个行动 所以前性呢 也代表某一个部分 你要对于现在的情况 做一个离开 所以其实牌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牌 它带领的是说 你要往下来方向前进 但是它也告诉你的 你要与现在的自己 做一个道别 所以骑士牌 来到这边时 我们通常独立含义 看它的时候 就会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 带来讯息跟消息快速的感觉 而如果来到意识上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它可能跟这个人 有没有学会独立 有没有学会前进 有没有真的整理出 自己要什么 就有蛮大的一个关系在 那牌性的话呢 骑士牌是中性牌 张牌通常独立时 会偏向正面 但是非常容易被周围的牌影响 什么意思 刚刚前面就有说过了 牌面是需要做两张牌以上 去做一个组合 来完整这个整个牌的一个内容 以及针对问题 可以做一个解答 那前面的牌如果是负面牌时 那这个讯息的传递 是不是可能来的是坏消息 或者是说 它的后面是接负面牌时 是不是代表你的情形 或是说你移动的方向 可能前方有危险 或是可能不如你预期 好 所以呢 其实骑士牌属于一个中性牌 在事物环境上的话 它是一个在讲的就像是 如果你的早东西时 雷诺曼的骑士牌 里面有着交通工具啊 骑程啊 路途 旷野 或者是野外 或者是像是说 这个交通工具跟 接下来有一些卡的 交通工具不一样 因为骑士牌 总共有没有像独立的 像是机车 脚踏车 或者是说 你是可以自己去骑程的 我们可能说 如果你真的是骑得到马的话啦 其实也算是一种交通工具 当然就是说 你可能开得到游艇 也算是属于你的 个人交通工具哦 这主要是在讲 个人交通 或者是跟骑程上面 它的事物跟环境的行动 也有这样子的 一个联想的空间 好 这是我们的一号牌 骑士牌 好 那再来哦 来到了二号牌哦 幸运草 幸运草 我们一样来思考 看一下这一张幸运草 让你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幸运草 它是不是在这片花之中 独立而出 那幸运草 这边有没有让人家 有点感觉是说 好像是一个 雨后啊 然后就冒出了心芽 那冒出心芽 是不是有种心希望的感觉 可是毕竟呢 它还是一个嫩芽 所以这个心希望 是不是就会觉得 嗯 可能只是刚冒出一点苗头 刚长了一些心芽 或者是说会感觉 它好像就是说 它冒出来之后 就是感觉是开心的事情 可是这开心 可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而不是说带来一个 很丰盛的结果 或是带来一个 很大的一个喜悦的感觉 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确幸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幸运草 还有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来到了幸运草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代表着好运 机会 祝福 成功 跟小丰收 它是容易中和负面的一张牌 尤其是在负面牌的旁边 或是在最后一张牌 负面在幸运草的右边呢 则可能代表着 坏事 可能重新上演 但是此牌的时间性 是属于短暂的一个时间性 它这限性的时间 就是它不会造成 很长时间段的一个影响 或是说它不会就是说 是一个影响会蔓延的一种感觉 它属于在心里比较短的 所以我刚才说小确幸 就像今天可能早上去买一杯 买一杯那个早餐 买一杯豆浆 然后可能就说 小帅哥 小美女 今天刚好多一杯豆浆 一杯给送给你 哇 我今天拿了两杯豆浆 小确幸 可是很短暂 因为可能一喝完 这个确幸就没有了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能就是发票中奖 哇 我中了一张发票耶 但是它可能只有两百元 那是两百元 你就会觉得 哇 不无小谷 可是这个 你说因为两百 然后就是觉得 就是说有这个两百 可以开心非常久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久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幸运潮带来的这种确幸 跟这种喜悦 就是这种时间性 较为短暂的开心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联想的过程中 还有好运 小利益 简单 轻松 有趣 赌注于胜利和机会 然后在意识上 又有着崭新的 小天猴 琐碎事物中 寻找乐趣的感觉 所以在整个 沾火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很多经验上 来看到这一个幸运潮 它除了就是事情 没有你想的这么糟糕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好像你原本 你原本可能对一件事情的预期 会觉得它会走向一个很负面 或是觉得它可能没办法 如你预期的去 去安排 去行动 或者是 有没有如你预期的结果 但是呢 有些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 我把事情 想的这么糟糕之后 我实际上去遇到 好像没有 我想的这么糟 它也没有 我想的这么的烂 事情好像 其实今天 也不会到太差 还不错 新闻草就有 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我们遇到事情时 它在推演事情 看到这样的排斥 就有一种 好像最后 你想一想 会觉得 好像也没有太差 它好像也没有 差到哪去 然后或者是说 好像也不会就是 不想的 还要那么 那么糟 就是在我们 在问事情时 它可能就有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如果在工作上 可能就是有一个 小机会 或者是展露 头角的小机会 为什么 幸运草 这个排面 它其实有着一种 在事情 可能例如扎根过后 它蒙出了 一点点的嫩牙的感觉 前面我就一直在讲 嫩牙这件事情 好 这就很像 例如 你可能之前在职场上 或在这个情感上面 你有付出 或者是有耕种的事 有耕种过这段关系 你有去认真的思考 这段关系 你有认真的去 为彼此去着想的时候 如果你有抽到 幸运草的话 幸运草就会有一种 好像你的努力 跟你的那个付出 会带来一点点 不错的回应 然后或者是有一种 像种子冒出牙了 它不在 因为我们种子要冒牙 前是最辛苦 要一直灌溉 一直养肥 要浇水 那可是你说 你说就是说 那个我能不能知道 这个发芽 发得顺不顺利 我能不能知道 这个事情 有没有正常的生长 你可能不得而知 那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开始 知道跟观测到它 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 冒出一点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实质 看到它长大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的努力跟灌溉 它是有了一定的成果出来了 所以呢 你们看到在建议上面 感到开心 保持正面态度 抓住机会 以及面对挑战 它竟然可以冒牙了 表示你之前的灌溉 一定有一定的用心程度 或者是你有在 吃肥的上面 有努力过 或者是有去 为这段 就像关系一样 去灌溉一段关系 去灌溉你的工作 去灌溉你的身边的 所有人的一个情感 但是呢 冒出牙头里面 也代表着要点 把握出机会 可能你还是得 持续去努力 持续去面对 那或者是说 它带来的幸运 也是一个 你可能在 整个过程之中 你觉得 你可能没有想过 自己原来 有付出过这么多 所以来了一点点 喜悦给你 但这个喜悦给你 通常我在看到 整个这个牌面是 幸运草 也代表的是说 它的时间性 短暂很快速 就会消散 所以 你可能就要去试着 说我要不要 继续灌溉它 让它持续的发展 变成一个更大的树 或者是有机会 让它变成更大的植物 还是其实这件事情 我认为冒出苗头之后 或是有点好事的时候 对我来讲 就算是已经足够了 那另外一个叫 讲抓住机会 再讲为什么叫事情 有一点露出了苗头 或者是有一点 枝雅当节出来 这就像是说 例如你在一个职场上面 你一直想着 有一个升迁的机会 然后一直迟迟 没有这个空缺 那可能这种讯息的 苗头里面 它就不是那种 大家公告出来 就说现在有缺一个人 需要替补 这幸运草的感觉像是 你听到了风声 我听说 谁谁谁 要 要换部门 我听说就是 好像说他们要调派 要扩大真人 这种苗头冒的是 好像是 你好像闻到了 那种机会的感觉 你嗅到了那种 事情有好转的迹象 这个就是 他抓住机会 跟面对挑战时 我们解读 幸运草 会有的一个 额外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如果说你在问的事情 可能是偏负面性 就是可能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前面是负面牌 那他要去 你要去问这个事情的 苗头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是说 露一点蛛丝马迹 小露一点马脚 那我们刚刚就说 如果后面才在幸运 后面排在幸运草的右边的话 也代表着坏事会重新上演 也就是说 他可能会是一种 再用一个小提示的方式 回归到你的生命中 回归到你的生命中 你没办法说 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都不好 或者真的都坏 可是就是你可能 看课题一样 他会重新再来考一次 重新再回到你的生命 或者是让他重新再发生一次 让你去学会 你该下次你该怎么做 所以呢 在这个排面的话 他是全面的正面 因为会连 因为只可能会因为连结的排面 是负面 而改变性质 不然基本上幸运草 它都算是一个 像是小吉祥 小如意 的这种感觉 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那个大风游戏 是不是 他有时候就是 我们遇不到正财神 可是遇到小财神的时候 得一点点乐透 然后或者是得到一点小礼物 获得一点小奖励 幸运草主要的概念 就会来自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短暂性时间 但是是好事的 那事物与环境的话 它的代表物品是 幸运小物 彩券 然后或者是说 像是护身符 或者是我们说的玉手 然后或者是说 得到了一个 一个小甜头 这些 那像小甜头 像小点心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个小蛋糕 可能大家就是团扣的 吃了一块给你这样子 那就今天好像 我被小小的喂食到 一样 小东西跟那种小确幸的感觉 就会在这张牌的这个能量中 比较 比较充满这样子一个能量 好 这就是我们二号牌 幸运草啊 那接着 来到我们的三号牌 我们的三号牌的话 是一艘大船 船 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这一张船牌卡 来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不是感觉是一个 像乘风破烂般的前行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船 然后或者是你会感觉它好像 好像要 要载着很多乌烟 你看它还有乌烟 还有东西 基本上 在所有的联络曼的牌卡之中 你们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们的船卡 一定是蛮大骚的 或者是说一定是有 准备满满的那个货物在上面的 这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代表的是说 做好前行的准备 然后去前行 那这种前行在上 你看外面的浪 通常这张牌都代表浪 有一些联络曼卡牌 会用着前方拥有危险的方式 来提示 看到这张牌的占卜师 像是有一些牌卡会有章鱼 有一些牌卡可能会有海浪 或者是牌卡可能前面是有岩石的 那部分的牌卡的话 也有着就是单纯是一艘船 只是前行他不一定会去 不一定会把障碍给画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号牌船 到底前行的前方 为什么要做好准备 以及他为什么会用 有危险或是用阻碍的方式 来描述这张船卡 好意向上 船代表着旅行与前行 象征着出走与离开 转换更改旅程 一个陌生的地方 车或交通工具 角度棺材在右方 也可能代表着进程遗产 来复合牌的图案是黑桃石 在船卡牌的这张牌里面 你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像我刚刚讲的 它是需要坐骑的准备在前行 所以这代表说 是不是可能它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你看长途旅行 是不是得耗费时间 我们公路旅行 是不是也花费不少的时间 那我们出门 是不是都也还是需要带一些行李在身上呢 那这也代表的是说 在前途路途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复合牌的图案是黑桃石 为什么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联想上面是海外旅行旅途 国际国际过程 交通调动前行 交通工具 梦想的还有输出的 意识上有着空间 时间距离跟相交点 好 在船的这张牌里面 其实我蛮常把它举行 举例子 它会像是一个任务 一个要做好准备去前行的任务 一个要准备准备粮食 要准备我们的那个物资 准备我们的用品 用度来前行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可能来自 因为我们需要长途跋涉 需要准备刚好的一个内容 可是也代表的是说 可能前面会有一些未知的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得去做这些准备 和那个物资的一些考量 所以船的前行 通常都代表着 它实际上是稍微的下定决心 一定要你是做齐的准备 才去前行的 这就像什么 如果来到我们生活中赚牌的话 它就会像是说 其实你已经 你已经东西都收得差不多了 你一次时候准备搬家了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这一次要转职的机会 我觉得你带了满满的 满满的那个自信 或者是满满的成功是带给你的磨练 你觉得我到下一间公司去 我要大展身手 那或者这也代表的是说 你已经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我这个前行 无论后面是好是坏 中途之中 我是已经准备好 我要怎么去做到了 例如你可能准备转职 做一个灵性的服务 那你要从你的原本职业中 转正职变成灵性服务 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些转捩的时间 一至两个月 或者更长可能到半年 但是半年之中 如果你没有个案 是不是就需要准备一些生活备 那如果说你没有个案的话 你是不是居住的地方就需要 先跟家人谈好回家一阵子呢 那这种感觉就像是 做好准备去前行的 但是为什么我说有些船上面 留你们的牌友的话 可能会带有一些阻碍跟恐惧 因为这个前行都代表了说 你原本就内心觉得这件事情 会不会不可行 那如果跟你讲说 你可以行可以行可以行 你也不可能相信 所以这张牌最好的建议 就会在需要自由 旅行尝试前行 出发以及行动 它除了要出发你去行动以外 船牌也会要求你们去思考着 你是不是该做一些准备了 你是不是把准备已经做好了 然后这种准备不高 或是物理上面那些准备行李的感觉 它也会附和到就是 你的那个内心 有没有真的觉得 我愿意做下这个决定 我有没有真的愿意 就是为这个决定布责人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全职要做灵性 接下来的日子 你可能都会用这存款的方式来度日 那你有没有准备要烧半年的存款 你有没有准备 就是半年后 我没有我如果没有完全转职成功时 我又有什么考量 那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在这个往前进的一个路途上面 或计划上面 我会不会觉得 我会担心会不会失败 我会担心他会不会有机会 就是一点小事情就把它弄垮了 会不会我们可能努力的大半天 有一个人可能检举一身单字不OK 我们会不会全部就觉得 一切都毁了一样 所以船代表着前行 但是它是一种有心理准备 或者是已经准备完成的前行 它不是一种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随手 什么拎包入住之类的 拎包出游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 你就往外跑的这种感觉 它是有一种长期计划的前行感 以及计划完整后 才出发启动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所以当然我就说 有一些盘面会讲 前面有石头有怪物 这种阻碍能量都是 当事人自己去制造的恐惧比较多 基本上我们在解读 一般的这些个案的时候 除非它有特别的特殊性 不然基本上我们就会看作 这张船的牌 我们就会觉得 你其实就是早就已经准备好好离开了 而你是不是真的 已经 已经确定自己可以这样做而已 好 那牌性的话是中性牌 此牌会被附近的牌面影响 因为前行的方向是好是坏 是不是有带来更多的波涛收容跟危机 是不是自己设下了很多恐惧 这些恐惧会不会持续放大呢 还是会被移除呢 这个就看船的下一张牌 即是正面牌还是负面牌 那在事物的环境上 船代表的是各类的交通工具 码头港口跟停靠站 这都会是一个船会带来的一个讯息 好 那我们准备来看到我们的四号牌 我们四号牌来到了房子 来到我们的四号牌 我们看到了房子牌 来我们一样像刚刚 我们像刚刚一样来看一下 房子牌里面 是不是里面有着一些图案是 你们看一下 房子是不是有个建构的感觉 完满的家园 然后有着一些花园的图案 是不是有着一种安全 温馨的 有架构的 平稳的 或者是有一个基础的感觉 来到房子牌 我们的四号牌 房子象征着舒适安稳 保护其安全 家庭家族基地总部 有时你可以看作一些王朝 或是家族长的一个含义 你的生活作息 和你分享喜怒哀乐的人们 富贵牌的花色是爱心的国 房子联想上面 我们会看到就是有房子 家庭 舒适 基础 成员 内部 室内 当地的 内在的 居家的 成立的 或是定下来的感觉 那这意识上的话 还有站稳 根基 整顿 物质的 给我们比较建构的 好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联想跟意识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房子财 它其实代表着就像是一个物质的风劳跟物质的一个建构 比如说你觉得完完满的家可能就是一个建构啊 或是你觉得就是说我拥有多少的我多少的财富啊多少的累积啊多少的资产啊 它可能都是一个建构啊 那房子的这个地方里面也代表着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你可能是很有架构的 但是呢房子你们可以注意到如果你们的牌面哦 你看到它的窗户是不是有一些黑影或是有一些觉得好像里面那种亮起来的感觉没有到那么的风饶或是没有到这么的舒适时哦 你们的牌面如果房子是属于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空污感恐惧感 和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完整的感觉 那如果你们的牌面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类型的时候 其实那你们就要去思考一下了 因为在你们的房子里面除了因为我这些完善的架构里面以外 会有着一种外表很华丽啊 就是那个叫什么外墙中竿的感觉 或者会有一种其实它可能没有你想的建构这么的完整 因为它可能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漂亮的房子 可是里面到底是不是空污啊 会不会里面里面有一些家具都烂掉了啊 会不会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在住啊 里面会不会都要摸鬼坏啊这种感觉的 所以在房子上面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房子是属于这种窗户看不到太多景色 或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舒服的房子自私 那通常在我占卜的过程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延伸的意涵在里面 可能就会变得有点需要期表 这种需要期表啊整顿的感觉 会不会就像是有一些人会觉得 哦我有房我有车 然后呢我的工作也不错 但是他可能其实是个性非常的差 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 他可能在个人性格上面非常的自以为 非常的爱炫耀 那这种房子里面就 他有着一个外面世人价值 严重的价值和建构完整 但是不代表说他可能真的 如他外表所展示的那样子 如此的完善 如此的丰富 如此的就是说 那个 那个 那个内外合一哦 他也有点外强中间 或是须有期表的一个模样 那 在建议牌的话 如果是房子出现的建议 就会是建议保持原本的原地不动 然后这种靠近感的可能也会有一种 如果是房子的话 例如有些人我曾经问过 在问投资 他在问说 我哪一哪一组牌 里面我选择投资标题会比较好 那曾经就有 有一个那个牌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状态 我说这个好像是空壳公司跟挂名 他是不是年限比较短 那我就看到我就说 那另外一组牌出现房子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你另外一支的这个投资比较有利 因为我觉得你是不是那支是老品牌 可能老品牌出的户牌 或者是后面可能是有靠山的 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就是 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外面有点装饰太华丽了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他基础还是有的 这虽然就是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在装容上面跟修饰上面过多 可是我觉得他相对安稳 那这就是这就是在建议上面可能会给他一种靠近一点的感觉 或者是融入的感觉 因为在房子的这张牌 如果说你在问的是说职场的方式可以怎么选 或者是说在一段关系上怎么选 当然啦 这种靠近就会是说 如果你认为 你认为我想要找的是一个金龟序 或是我想找的是一个一个生活生活可以很能照顾自己的一个人士 那想必有出现房子牌的话 他的物质的一个丰盛 或者说物质他该有的一个一个的资源的话 不会少到太多 就是算是蛮完善的 所以就跟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就是至少他在整个别人眼中的价值 或是别人眼中该有的一些富饶里面 他是绝对是拥有的 所以就会有靠近的这个建议 那如果来到你自身的事情之时 反而就会建议你保持原本的不动 那房子这张牌也会有一种原生家庭 或者是跟你原本的家里面所给你的框架 或者是说你们家里给你的观念 给你一些束缚 束缚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跟你讲说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想的 这些观念也很有很大的关系 排线是中性牌 单独出现时是好牌 而且他很同意被走尾的排面影响 比如说前面前面是负面牌的话 那刚刚讲到那些观念跟架构 是不是就是一个负面的观念跟架构 那如果说这张牌的后面接着负面牌的话 那是不是也代表这个架构的里面 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 没有你想的这么幻想 或是不是这么的内外合一 表里如一 没有 好 那事物与环境上的话 它就有着房产建筑基地 或者是建商 或者是居家 谁的家 谁的房子 谁的老家 或者是说你们家的什么观念 都会用房子的方式来做一个展示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四号牌 我们的房子牌 好 我们来到了五号牌 五号牌是一个树木 tree 来看一下树木牌 我们有什么感觉 树木有没有一种扎根 它有没有长得很繁荣 很繁华 有没有 然后再来是说 你看这个树 有一些树木上面之后 还会有一些鸟的图案 或者是有些卡巴拉之树的图案 或者是说可能在树木上面 它会有一个更大的感觉 其实树木的这张牌 你们可以感觉到 它有没有丰盛 健康 扎根 安稳 或者是有一些 清新向荣的模样 但是 树要长这么大 是不是也要代表着 很多的一个时间的灌溉 或是一个时间的营养滋养 所以树木牌 也代表着另外一种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它有这种年长的 年老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到五号牌 树木 Tree 异象 强而有力的象征 肥沃成长 长寿耐心 树关联的身心 你的健康是很重要的能源跟根基 代表着进化与周期性的复原 也代表时间逐渐成熟 也会和萨满有一些关系 基本上它就是跟大地的能量 大地的能力 或者是说跟那个接地 会有一些能量上面的一个呼应 树木牌的图案的话 是一个爱心期 联想时会有着耐心 基因 宁静 蓝图 时间 先祖的记忆 脉络 生命系统 无聊的 有点长期 生活 忍耐 然后复原 扎根 或是生殖的 好 意思上面的话 树木牌 与原本有些关联 它会带来一些自我安宁 结合身心灵的感觉 身体成为自修士 内在的平和 以及与智慧的相连 树木牌 在整个占卜的经验过程之中 我发现它除了原本 你要去灌溉去生殖 或是说你要去过得 更加的一个完善 你要去可以配应其他人 这张牌其实代表着 你要学会成熟 你要学着就是 你要学着让自己修复去不远 或者是你也要了解说 自己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需要去灌溉你的健康 你才能如此的茁壮 唯有茁壮的你 才能让他人可以寄托 那这种茁壮 不只是在这物理上面的 这一些能力 它可能也代表着内心的茁壮 可能遇到伤痛之后 你知道怎么调解伤痛 遇到愤怒的时候 你知道如何调解愤怒 遇到每一个时刻时 我知道如何用智慧 去面对这一些 身边的人事物与课题 所以树木牌 它其实也代表着说 你要为自己成长 而成就 这一个完善的自己 有个自我完善内化 以及让自己的内心 可以去跟你的身 身跟心可以去合一 可以合在一起的感觉 去领悟更多的内在智慧 那在很多经验之中 我也发现 树木跟原生家庭 跟刚刚的原生家庭 给的感觉很像 房子给的原生家庭是什么 思想的架构 框架 要求你该怎么想 怎么做 你给他们的一个观念 或者说跟你说 你只能做哪些事情 就是一个 就像火元素的感觉 要求你怎么去思考跟行动 而树木不太一样 树木扎根的是 比较属于原生家庭的客体感 为什么它的扎根来自客体感 树木扎根就很像那种习惯 惯性 它不是因为被教导而形成的模样 它是因为你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 而如目染出的一个模样 父母的关系 家庭从小到大对你的情感 以及你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 你儿时面对怎么样的自己 以及你的情感 有没有从小有没有被接纳 你有没有被他们所教育 你有没有被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去带给你 所以树木也会代表 升职在你心中的一些习惯 一些根基 一些基础 那这张牌有时候也跟祖先业力 有点关系 由于祖先们就是能 为什么能批评你 就是因为他升职的这些观念给你 为什么他升职这些观念给你 他可能跟你的家庭客体有关系 为什么会有家庭客体 可能跟祖先一直以来 我们家都带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一个习惯 或者是我们都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思想的 比如说我们家的思想就是一个 可以自得其乐 刚刚好就好 那有些的家庭可能 可能就是从小 他们家就是走节俭的 从主目主目那就是节俭 要用度要小心 钱要花在刀子口上 用来买用的会比用用来吃的 比较弄比较少一点点这种感觉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会造成你们的原生习惯 行为的阴影 或者是你内在小孩的一个模样 所以这个数有也像升职 在你们心中某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个模样 那为什么这边就会讲身心合意的一个议题 来到数目牌的时候 就像是我们人 踩在地表上面 就很像是我们将地 扎的根 在地面上 而我们在生长的过程中就如同树木 我们只是个像行走的树木 所以在我们人体里面 也有一些细胞 它会很像是跟植物的细胞很像 它遇到阳光的时候 它会展开 它遇到夜晚的时候 它会收缩 那如同我们内在的细胞一样 这张树木牌也代表着 你就如同一个植物 或是你如同一个宇宙 那在这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环境之中 你会长成什么样的样子 你会长成什么样的根基 你会长成什么样的一个P能力 或是你能多成熟 这张树木牌也就相对的 在代表着这些人 或者是问的事情时 它被扎根的惯性模样 或者是说 它是不是已经成为成熟的模样 有关系 当然这个时候也可以象征是说 树木也代表着年长的智者 或者是说 一个 它是一个很不有智慧的时候 或是很能担起责任 不担他人的人 也会用树木来做一个象征的 在里面 然后建议的话 保持原本不动与靠近 这个的话 在跟房子 为什么会有一样的讯息 但是在这边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刚在讲的 在原本的树木房子的时候 它是要你继续稳定这个架构 和你要安心这个架构下面 你要去完善它 而在树木的过程之中 这个原本就会实际上是说 你要持续扎根 你要持续的去灌溉 你要持续去往下伸张 然后这种靠近的话 其实这种靠近比较像是 你要去试着接近你内心的那一些 内在惯性 接近你内在那些原家庭的小孩 以及接近你原本以为 那些 你认为你已经放掉了 或是你在长大的过程 就已经不再去思考那些事情 你就要去靠近你的内心 让你达到深信的合一 所以呢 这张树木材在建议个案之时 也会建议他是不是先不要动 或者是说在工作上我就会说 树木牌我觉得你根基 其实原本就扎得很稳 你是真的 我觉得看到前面前后的牌 我可能就会说 我觉得这个根基这么稳 我不适合你可能跳到另外一个 产业类别 这根基其实打得很好的 那我可能会就会建议他说 照着原本的产业类别 就持续前进 跟持续靠近你的那个内心 为什么 你就要这个产业类别 为什么愿意扎分去 训练这个职业技能 我觉得就是 我就会建议他说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再思考一下 你真的就想 从头再来吗 这样子 还是的话是中性牌 容易被周围的牌面给影响 在事物与环境上面 有着家族家庭自然森林结构架构图 为什么叫结构构构图 他可能有的像的是说 祖谱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 我们家里面的姓氏的 那个排列的字啊 或是有家族排列啊 生命排列排序啊 那或者是说我们家 家里面的家庭图啊 这都会用树木的方式 来做一个展现 跟做一个展示 好 这就是我们的五号牌 我们的树木 Trip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聊聊我们的云 来我们看到云雾牌 可以看到 云雾牌是不是 看到天上有云 左边是黑乌云 右边是白的乌云 就有亮的 而船是不是在 从那个乌云的 那个黑的地方 去到那个光亮的地方 乌云呢 你们可以看到 这张牌的感觉会有点什么 会不会有一点觉得 紧张 好像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艘船 不知道会不会脱离危险 这个天空 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转型 所以这张牌里面的能量 是不是带着一点点 怀疑 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是可能看不见下一步 或者是可能船道桥头自然值 那船道桥头自然值 这件事情是不是要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最后会好的 我们才有办法 一定会有好转的感觉 但此刻它停在乌云之处 是不是让人在觉得有点担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六号牌 云雾牌 云雾牌意向通常是有两帮的 乌云与白云 国王的脸面向白云 通常在联络曼牌的话 会面向白云 但是也会有一些牌面 它会不照着这样的牌里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 看另外一面的方向 但这影响状况不大 好 乌云是坏的征兆 而且不可避免 云卡离主牌越远越好 不过乌云通常不会久留 快速消散 除非下一张牌是阻碍 代表着困惑犹豫不易 像雾一样的 好 复合牌的话 这是梅花国王 为什么会说 那国王的牌通常面对白云 因为有些牌面是 那个左边是白云的时候 国王也会面对那一边 但其实他主要来讲的是说 在讲的是说 面对白云的那个状态 为什么国王会看责 其实就跟老天爷 不会给你过不去的课题一般 或者是老天爷不会一直 用仇云产物的方式来致命 那如果有 对你来讲也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要你去学会 在联想上的话 他就有个阴暗 愁闷 纠结 暧昧 模糊 昏沉 糊涂 猜疑不稳的风雨欲来 或经历一阵纠结 意识上会有不稳 然后会有处于暗处 无法与灵性相连结 思绪不清楚 感觉冲突 要学习我念自己的状态 在联想上面 你看这些感觉里面 是不是就有一种 因为我被云跟雾挡住了 有没有 所以我游移不定 我不知道怎么去推散 这个云雾 然后在意识上面的话 为什么叫无法与灵性相连解释 就不清楚 其实如果我们这张牌 在解读意识干扰的时候 它就很像是那种 你们知道电视台 不是如果讯号收不好 会变成雪花 有没有雪花图案 那云雾牌是就有雪花图案的感觉 或者是像那个 我们在听广播频道 虚话不稳 是湿湿湿的感觉 就会像这样 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内在 就是你不知道 如何去面对这个自我冲突 那其实云雾 其实在讲的 我们记住一个重点 云雾牌代表的是什么 一定是阻碍 就是一定是一种阻碍 但是它不会久留 但是你会 你会像是一时看不清 这个状态的真相如何 那可能在面试的过程之中 你一直收不到答案 所以云雾都让你在 你在等一下 而且你会很焦虑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能任何确定关系之后 你逆出了确定关系的邀请 它还没有回复你 那就变成云雾 你会不知道说 到底它会给你好的答案 还是不好的答案 然后或者是说 你会经历一阵纠结 这种纠结就是说 我到底要还是不要 这种跟抉择 这种跟抉择没有关系 以及就是不是到 开始做抉择的时候 而是在做抉择的行动之前 内心的挣扎与纠结 你会自己的内心里面说 我要好还是不要好 然后一直纠结 那可能给他很多理由 我这样做会比较好吗 那样做会比较好吗 所以云雾牌全部 基本上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 阻挡看不见前进的方向 就如同你开着车子 前面开启了一个浓雾 然后或者是说 你在事情的上面 被蒙了一个罩子 你一时无法看成真相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建议就会是 注意放空 面对恐惧与怀疑 放轻松 不要轻易下决定 或者退居幕后 小心一点 所以为什么你在意识上 稳定住自己的一个状态 因为里面你会有疑惑跟纠结 一定跟你自我的内在纠结有关系 所以静音上就会要他说 你要先放下怀疑跟恐惧 因为就像是说 大雨来了 那这个大雨来了 我就说了 这张牌一定快速会消散 一下就过去了 可能一周最快 你就是两天 他就会过去 所以这时候就会说 那你就先躲雨 先避开风雨 就是不要被扫到台风尾的概念 不要有少点红台背 那这种云雾牌代表着说 你有机会被波及 会被这个状态给波及到自己 那你就建议是先以不动 以不变应万变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先停下来 因为我都说了 云雾不是会快速消散吗 那他可能不会是说 真的带来的一整片的光明 但是至少他会带来 就是短暂的休息时间 或者是说雨会变小 雨可能没有这么大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转换到一个 你可以稍作歇息之后 在过去的一个机会 所以退去幕后 跟别轻易做决定 在云雾牌给的建议 就要特别小心 有云雾牌的话 你就不要开会做决定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可能在很混乱的状态下面 做出的决定 你根本没有看清楚 事情的真相 你就做决定 好 那牌面的话是负面牌 这张牌会影响周围的牌翼 比如说只要任何 好的事情到这边 就会停滞了 然后前行到这边 比如说刚刚传落 接到云雾就会什么 他前面就遇到了一个爆 一个暴风雨 或者是一个乌云团 然后如果说是刚刚的骑士 遇到乌云就是什么 这个讯息来得很模糊 没有答案或者是没有得到出走 被阻碍 然后或者刚刚的幸运潮 在叫云雾 就是你一点小确信后 马上就遇到阻碍的感觉 所以云雾牌通常代表停滞 阻碍 卡住 或者是看不清真相 遮掩 或者是被蒙蔽的状态 建议就先不要在这个时候 做决定 它会被影响所有布景的牌 来到事物跟环境上的话 它其实有的香水 烟雾 烧香 精子 或者是说各种的香氛 香味 气味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能在找的东西里面 可能 像我曾经就有找东西的时候 抽过雷诺曼牌 他就说在放那个 放那个香香的东西的附近 我就有在香水的那一局面 找到我要的东西 这就是事物与环境的一个联想 来到六号 云牌 那我们往下咯 往下来看到我们的第七号牌 蛇 蛇牌 通常你们可以看这个蛇 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坏 你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蛇 我觉得其实可爱的蛇牌 在雷诺曼中 其实不常见 大家这大部分都有点恐怖啊 有点凶啊 有点绑住啊 或是有点勒索感 连最原始的雷诺曼基本的图案的那个蛇 他都有一点点吓人 就是有点凶狠的样子 所以蛇有没有看到感觉有点 有没有一种捆绑感 恐怖感 有一种躲在暗处 然后伺机而动的感觉 那他又是一个皇后的女生上面 有没有看到 那么感觉是一种 好像会恶毒啊 有一点就是觉得好像那个 担心跟害怕的感觉 这一种牌面的话 我们得看到蛇蛇牌 其实会有一点让人家觉得 有一点畏惧 有点恐惧 有点捆绑 或是有点危险 来看一下七号牌 异象 看起来有点吓人 有威胁感 聪明智慧 同时也代表着背心弃义 如果詹卜时偏向灵性 可以失智慧跟知识 偏向预言 则带有欺瞒问题 失去危险 蛇可以很冷静 目标通常觉察不到 发现时已经维持已晚了 蛇卡带人逆境 失去与怀孕 效力常遭背叛 羡慕又嫉妒 破牌花色是梅花皇后 联想里面会有麻烦啊 女性啊 对手背叛 嫉妒虚伪 复杂 聪明 曲折 捆绑控制 诱惑跟隐藏 意识上会有着基础 与相同的人 与想法相同的人相处 以及找到可以支持的朋友 还有代表内在的脱胎换骨 为什么联想的物理状态 跟意识上的状态 会有这种两个差别 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在蛇蛇牌里面 如果是遇到物理状态的推演的话 它一定带有就是说 你可能被女性捆绑跟勒索 就是它代表一种勒索 一种情绪勒索啊 情绪恐惧啊 或者是制造恐惧啊 或者是跟你讲说 你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子啊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感受到那种 感受到那种 被人家用情绪 去抓着脖子的感觉 那如果说 这个在讲的是职场的时候 可能就有像小人啊 有人就是默默的在那个 有人就是默默的在那个 后面背地里面 一直讲你坏话 一直说你不好 然后或者是 蛇牌也会代表的上是说 呃背后同一道表面上跟你很好 你都没有机会去想说这个人会不会不好 但是这个蛇牌的出现就是可能有人在背后动手脚 或者是这张牌就会可能代表着女性就是可能有一个你不为所知的女性 他不代表真的是一个女性 他也有可能是呃物理男但是他其实心思是比较有心思的或者比较难推测的一个心思的这种感觉 也会是用蛇牌的方式在做一个代表啊 那意思上因为他如果在讲灵性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为什么他会这么 他会知道可以这样做 他为什么心机可以这么重 他为什么可以当小人 他为什么知道怎么勒索你 这一定代表着说这个做蛇的人哦 蛇指引的人或者说蛇代表这个人 他一定很聪明 一定很精明 或是很会算计 很懂的去抓取他人的心理状态 跟架构 所以蛇牌来到灵性的时候 其实他这边就会有一个内在的脱胎换骨里面在讲的说 你可能要运用更多的智慧 然后更多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说蜕变 他会有着蜕皮蜕变的感觉 有着一个内在的智慧的超脱 就像我们在看麦伦的里面 也有着一个灵蛇的一个概念 他在讲的是智慧跟内在的一个指引 那这个蛇里面在讲到灵性的时候 他就有蜕皮跟蜕变的机会 或者是说 借由绕过弯路 用绕过曲折 绕过困扰 或是绕过大石头的方式 来让你知道说 我其实可以借由学习 或是用更高的智慧 逃避这些苦难 但是要相当注意哦 如果蛇牌在这个时候诞生 如果你讲的是灵性的占卜 或是了解对方 在自己意识上面的成长的过程 蛇牌也会用太过聪明的智慧 进而造成灵性逃避 他可能就是用了很多小方法啦 就是说 例如他就照说 每次我每次我只要 用这种灵性的方式去解决 我就会有答案啊 每次我只要问神 就会有解决啊 每次我只要就是遇到课题的时候 我就用觉察的方式去过啊 或者是用充电方式去过啊 那他是不是就没办法达到 他真正的内在成长 那就会形成另外一种灵性逃避 因为他也聪明了 而学会用聪明去躲避责任 用聪明去躲避学习的一个状态 所以经义上就会讲 善用智慧转换的传统 小心信任之人绕路通关 以及扭转局势的一个概念 在经义上就是说 这个蛇牌可能可以让你扭转啊 然后是有机会绕路通关啊 那也要提醒你小心 信任的人 怎么叫转换传统 在蛇的这个牌里面 也有一种会很像 传统女性或者是传统的思想里面的 一个捆绑跟勒索 可是可能要去转换这个思考 你不应该再被勒索 或是说你应该去向往自己的自由 或是内在真正的解脱 而不是去用捆绑或是被勒索的方式 来面对这些人事物 好牌系的话是负面牌 影响周围的各种好运 事物跟环境的话 它有着管线 手环 围绕 蜿蜒的 曲线的 比如说像是卷尺啊 或是水管啊 或者是天花板的管子啊 管路啊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是跟水有关系的 或者是说跟长度比较有关系的一些事物上面 就用蛇来做一个代表牌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七号牌 蛇蛇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 是我们的棺材牌 Kofin 棺材牌哦 你们可以看到棺材这张牌 它是不是有一种沮丧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哀伤的感觉 有一种就是 有些人的牌棺材可能会有像埃及啊 或是各种不同的棺木 可是看到棺木会让我有一点害怕 就觉得怕怕的 这种棺木 可是它会看到很华丽 你会觉得说好像又不用这么的恐惧 不用这么的害怕 其实棺材牌它代表的意思很特别哦 它代表是有一种感觉是 好像是什么东西会结束 什么东西会道别 可是这种旁边的花束这样感觉 又感觉是说 好像大家是不是在面对这样的沮丧跟别离之后 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会买上一个更好的层面去生活 或者是去了解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为自己而活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到看到八号牌 Kofin牌 意象象象征着结束与死亡 阴沉周围的危险与克服挑战 棺材牌通常代表着结束与痛苦 但也带有着新开始的一个意味哦 棺材的上一张也是 负面代表的厄运 结束 忧郁 胀气 如果下一张牌是坏的牌的话 代表着沉重的厄运 棺材牌预言着所有的努力都即将白背 代表着悲痛的转换改变 也代表着结束内心 旧手的思考逻辑 与新的开始 木牌的图案是方块9 联想有 破产啊 结束死亡定局 期限 安定 霉运 凡人来完成这件事情 用凡人的姿态完成 生病 消耗悲惨 空虚 关闭 装填 遗忘 消灭 或是健忘 意识上需要转换 更新的态度 有时反而是 是托变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我简单来跟你说 棺材牌就出现 就代表着这张牌的前面 不管前面的街区是什么 它都会带来某一种层级的结束 它就一定是结束 就是不管无论如何都要死一次 好 比如说这段关系 就一定会经历一次分手 再开始 或是这个思想就一定会 全部都被打翻重来 然后再重新开始 看到八号棺材牌 切记不要过度乐观的 把它解读在 重生与转化 复活一局新样貌 它是说 这种是代表什么 你知道吗 在这个棺材牌里面代表 断舍离后的你 看见什么风景 我有断舍离过后的你 才有更多空间 能那 容纳新的风景 进入你的生命 或是生活之中 所以棺材一定代表说 你至少得经历过一次的死亡 或一次的结束 就是也许它不一定都很长 很长 很长那个时间点 或是不会说造成 就是很长的一个伤害 但是势必有 无论是对方问到什么 才看到了棺材 就一定会有一些 它叫我最坏的打算 会经历一次 之后才开始尽力改变 所以看到棺材牌 它当然讲的是说 我们在学会断舍离后 看到了风景 是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丢掉的东西 而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再获得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感受到自由 就像是说 你把一直穿不到的鞋子丢掉了 那你就会 你会觉得就有点伤心 很难过 因为毕竟还是丢掉一些 自己以前很喜欢的鞋子 但是它是不是也代表了 你可以买一些新鞋回来了 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去面对 丢掉鞋子这件事情 那你是不是从来也不会相信 说自己的鞋柜 还能塞掉更多的新鞋 但是这个丢掉的过程 一定是对你来讲 是觉得我很难去舍弃 就是丢不掉的人 对于他们来讲 丢什么都很难 那如果对于这种感丢的人 或者这种感觉 会是一个关系的别离 关系的拒绝 一段关系的结束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这种关系结束 对他讲非常的困难 但是就一定要经历一次的挫折 或是关系的结束 那他才能真的学会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角度 去面对生命 好 那建议牌的话 棺材牌是建议的很特别 他会有休息啊 躺着啊 待在家里面 其实他更多的是去 要去建议牌 要去理解 这个重生 或是这个蜕变 对他来讲 是他势必得去面对的 一个生命过程 所以此时的他 为什么是休息躺着 与待在家中 其实棺材牌要教会的是 这个个案要学会 与自己的这一些状况相处 与沮丧相处 与悲伤相处 与痛苦相处 与结束相处 与断捨立相处 以及与自己内在 到底要跟 什么样的自己道别 要好好说一声道别 你才有机会真的 推遍你真正的样子 排气的话 是一个负面牌 这样牌会增加周围的 负面牌的一个能量 如果是坏了牌在 在棺材前面的话 则会有结束厄运的概念 就是如果前面都很快 接到棺材 可能是坏事结束了 那如果是前面都是好事 接到棺材 就是好事到头了 或者是说 他该转弯到下 这段一段崭新的关系 一段崭新的一个契机 崭新的一个合作 都算是在棺材牌 会带来的一个意向 事物与环境的话 是箱子 盒子 地下室 抽屉 床底下 这都会是棺材牌 所带来的一个 一个物品上面的指引 跟方向的指示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八号牌 棺材牌 好 接着来到我们的 一支一的最后一张牌了 是我们的花树 花树呢 是我们的九号牌 有没有看到花 感觉有什么 有丰盛 有邀请 有美满的 有精心去装点的 也有时候递出一个 美好的邀请的感觉 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副牌 再看你的花 但是呢 有些牌面的画家 在花树牌时 它反而不会这么的 这么的丰盛 它的花可能会是 少而精致的 那这感觉也就不一样了 待会我再跟你们说明 我们看到九号牌的花树 有着欢乐美丽 爱与幸福 满足与温暖 花树给周遭成功与胜利的气息 代表着赠品礼物或惊喜 花树也是祝福的力量 象征着创意美术天分 能肯定期待将会成真目标 达成心满意足 如果负面牌出现在花牌后面时 则有不真诚的感觉 或是失望的感觉 负面牌的图案的话 会是一个黑桃的queen 联想是礼物啊 惊喜享受能力倾向天分 愉悦的享受的给予的魅力的邀请 然后邀约以及创造布置 然后丰富 意识上会有个内在满足 开心松懈 感谢周围的治疗宽束 以及收到了丰盛 但是在联想跟意识的层面 合成起来之后 大家要注意 花树的这个邀请里面 要看你们的排面的花树 如果你们排面的花树里面是比较特别的 或是花不是这么的漂亮知识 也有一种虚伪的邀请 或者是邀请的背后 其实常有其他意图 你知道吗 因为不会平白无故 有人给你这么多好东西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花树里面 如果说前面有接坏牌 后面有接坏牌的时候 花树也会变成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如他 他真的这么真心给你这么多 还是说 他是因为有所意图 才对你交付这么多的一个情感 跟这么大的一个邀约 给你这么大的一个重任 你可以从前后排去看出这个邀约 是好是坏 但是我这边还是鼓励大家 在九号花树牌 一定要让个案先相信 无论如何自治邀请来 一定是丰盛的 或是邀请对于你来讲 一定是符合你预期或想要的 那可能后面之后排的时候 这可能后面的意图 我们会待会再往后面来看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在建议的话 就会是开心要美化 随喜赞助 或是尽管的交付 他就是 其实他就已经到你的手上 他愿意给你的 他就是 其实到的九号牌的花树 是一定已经准备交到你手上了 那只是说这个交付在你手上 或是给你的这个甜头或好处 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就还有着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解析 但是九号牌至少 你们可以认得到就是 他的那个 你知道这个讯息的当下 你是觉得 我充满了欢喜要预 比如说喜欢人邀请你出去 朋友的聚会请你来帮忙 或者是说 很大的一群人说 你要不要参加我们 或者是说像是 比如说有个工作的邀约 然后来说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工作邀约的这种感觉 也会是用花树来代表 但是花树的邀约 它其实比较像是 我们知道吗 花是不是没有擦水 擦水之后很容易死掉 所以花树的邀约 一定代表的邀约比较偏 时间性也比较没有这么的长 但是老师很不想要让所有的牌 好像都一定有个负面的感觉 但是这个花树 因为它就真的不是一个 可以长久一直生长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看到花树牌 工作就像什么 接案子 那关系会像什么 约会 然后或者是说 来到了朋友的这个 就是可能我们会合作几次 后面可能又会恢复原本的关系 跟状态的这种感觉 好 所以尽管还是去接受 跟去开心 然后因为当时你还是会开心的 那牌约正面牌 此牌总是带来开心的气氛 除非接下来的是 布面牌 就刚刚讲的 可能后面的意涵会泡出来 事物的话 环境语 是花树的 情人的 化妆保养 修整 睡状物 或是花盆 都能代表 花树这张牌 所带来的含义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九号牌 那今天一号牌到九号牌 在这边说明 以及跟大家讲解 分析 算是完整的 接着来到了课后练习的部分 你们在课后练习的部分 请将一号跟九号牌 你们先尝试 只拿一到九号 来做两张牌的延伸解读 它会用组合 如同用联想的方式 把联想 比如说联想一跟联想二 把一号牌的骑士 跟二号牌的那个幸运草 变成带来一个好消息 然后三号牌的幸运草 可能接到了 二号牌的幸运草 可能接到了三号牌的那个牌面 它又会有一个 幸运的小物到来 或是幸运的事情 是什么的感觉 用两张牌来做一个解读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的一之一 一到九号牌 及我们的联络曼的起源介绍 那未来老师也会在 我们的学情研究所 订阅式平台提供更多的 占卜练习 台证讲解 那在直播的过程之中呢 也欢迎各位 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 与我们一起分享 你用联络曼练习时 有遇到哪一些的困扰 跟思考 可以及时跟我们的提问 我们也会在这样子的讲解 直播中为大家带来解答 那请大家可以在这个练习 看看之后呢 你们建议可以将排面练习 可以找一个朋友啊 或是找一个事情啊 你们可以做练习两张询问 之后记录下来疑问 跟记录下来你算出来的答案 然后再去验证 就有没有如你推延的一样 那基本上建议你们用联络曼解读 最好是用预测的 你想知道什么事情 你想知道怎么状况 或是这个事情 有没有跟我说的有符合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练习 会让你们示范功倍 而且知道每一次的成长 你都做了哪一些记录 以及报告哦 好 以上是我们的 联络曼预言占谱 一之一 起源以1到9号牌的课程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